广大的无数爱好者 你们好 我是称派高士巴务长 传人葛国良 今天我介绍介绍 称派高士巴务长的源流 称派高士巴务长 跟这个巴务长跟 兴一拳 太极拳 都是并称三大内甲拳 称派高士巴务长 他主要是 任宗于任宗 董海川 师称 称廷华 高一胜先生 在称廷华先生的 巴务长基础上 创编了 发展了六十四招 所以说 应称一派 形成了 所以他叫称派高士巴务长 他跟其他巴务长不一样 其他巴务长 我们这个称派高士巴务长 他是先天后天分而练之 有先天长有后天长 后天长 是以支烫子兴士来练 是单操士 有六十四个单操士 先天长是以赚掌为基本运动心事 主要是练内培本 增弃厂力 它包括的内容还很多 它是有先天八大掌 先天二路圈 还有六十四掌 六十四掌包括本 谢 拆 变 还有器剑 有刀 枪 剑 月拐 刀很大 很沉 很重 剑也是很大 是比一般的剑要大 一米三六 有四斤重 八过枪 它的枪是枪头啊 跟那个其他的不一样 它是三棱子的 是双头 这叫八卦战胜枪 月 子武鸳鸳月 它又叫月 又叫鹿角刀 又叫日月千坤剑 拐 是八卦七星拐 就是有一米一到一米二 这么长 牵到一个拐钩 它又可以使用 又可以拿它当链 非常的好 还有星拳 星拳 有喉咙虎咽 鹰熊 蛇狮 一共八趟 这八趟星拳 也是根据 这八种动物的 象形形式 而变量 令它们的特点 来仿生 用 六十四掌呢 它是本蟹拆变 可以是实际用 它是施战的一种 非常好的训练方法 这种要是 这也是武术的本质 所以说这个 它是称派高十八卦掌的 进化 下面我讲一下 称派高十八卦呢 八卦掌的 龙爪掌 五指榨开 虎口成圆 尸指 上顶 吹至于地面 万子要塌 小指跟无名指 烧相离国 掌心寒空 这是龙爪掌 这个龙爪掌 还是炸开以后 尸指末端 这些五指的末端 看来 烧相离口 这就叫龙爪掌 下面讲一下 骆轩掌 骆轩掌 五指榨开 狐口成圆 小指长得外圆 万子小臂 幽里向外 宁转 幽里向外宁转 它也是由 龙爪掌眼面来 这个咱们的老巴掌里 这个幻视这个掌 就是就用在这 看来 空中脱步 您 螺旋掌 好 下面说一下 下利掌 又叫下螺旋掌 它是 从上 小臂 指 虎口 向里下 下螺旋掌 下利掌 下利 下利掌 在后天掌里有 第二个八式里的 好 我下面讲一下 羊掌 羊掌是 掌心向上 失指 跟中指 前顶 大拇指 向外 撑 小指 跟无名指 烧向里扣 掌心 汉空 这羊掌 羊掌 在哪有体现 在我们那个 星庄里头 大鹏展翅 一个装法 来 大鹏展翅 下面是 腹掌 腹掌 是掌心 向下 星通 与 羊掌 相反是 往手心 向下 也是 失指 跟中指 前顶 小指 往下 稍望里 扣 掌心 含空 好 下面说一下 调掌 五指 分开 用劲 向上 穿调 五指 分开 好 下面说一下 抱着 拇指 向上 掌心 向上 掌心 向上 向里 喝爆 劲 又 向里 喝爆 下面说一下 拖掌 掌心 向上 虎口成圆 小指 跟中 十指 往里 裹 掌心 向上 往上 拖 劲 劲 往上 拖 后天掌 里有个 苍花掌 就特别体现 这个 好 下面我讲一下 扣白布 八部掌 里的这个 布法 相当重要 也都为人们所重视 下面我讲一下 离扣布 后腿 往前上的时候 要离扣 换个 换个方位 这叫外部离扣 这叫外部离扣 后腿脚心 对着你的 后脚的 脚尖 对着你 前脚的脚心 后脚的脚尖 对着你 前脚的脚心 后脚的脚尖 这是什么 这叫外部离扣 要离扣 往前脚 要离扣 别扣 要离扣 所以 这叫外表离扣 这叫外部离扣 就不得了 重视 这叫外部离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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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水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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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汤行》